這家公司呢 他們的產品 在我們的生活空間 在我們的工作空間 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們來歡迎 DULAX 得利塗料的品牌經理 楊麗琴 楊經理 歡迎你 大家好 我來自DULAX 得利塗料 時間要來開始 我剛好問了一下 請大家不要誤會 DULAX 得利塗料 跟某知名的保險套品牌的麵包派掉 大家常常誤會 好 我先講一下 一談到塗料 其實大家常常會理想到 它就是塗在選擬牆面上的 一個保護性的一個建材 可是事實上呢 我覺得今天 除了塗料的功能性之外 我想跟大家來分享的是 DULAX 得利塗料 在這幾年以來 一直持續在做 色彩趨勢的觀察的部分 那從2003年開始呢 我們邀請了全球的一個 所謂跨界的色彩專家 一樣的有建築 有時尚 有設計的這些 橫跨這些領域的專家呢 來幫我們做 所謂社會文化趨勢的觀察 那這些觀察呢 它是用色彩去演繹出來 那我以2012年就是今年為例 我們歸納出來的五種趨勢 第一個是精美混搭 第二個是一顆小種子 第三個是生活檢貼部 第四個是異想世界 第五個是英雄在線 好 對於精美混搭來說 因為知道 大家知道過去 其實在動態不安的年代 事實上比較寧靜安穩的顏色 是大家所嚇往的 那這些顏色裡面呢 它的靈感是來自於 比較平滑 比較光滑的材質 跟它的構圖 它應用在空間裡面 它自然就會有一種低調的 奢華的質感 然後它是比較細微的那種質感 而不是那種很張揚的質感 這是 然後它另外 它就會幫空間創造出一個 比較是比較平穩的這種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趨勢是一顆小種子 其實像 像自然界的這種議題啊 全球環保生態這樣議題 其實已經炒作非常多年 但是其實我們今天終於決心了 我們已經沒有辦法去改變 所謂的大環境 那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我們能夠做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 去照顧我們身邊的自然環境 把自然帶到我們身邊 譬如說像剛剛胡老師有做了一個 一個展覽叫晴根語圖 它在台北市的一個鬧劇裡面 去做了一個策展 那一樣 現在很多人事實上 在自己家的屋頂 在自己家的公園畫圖裡面 去撞花 讓自己的生活充滿了綠意 充滿了樂觀 然後另外一個是生活剪貼部 事實上這是 帶Facebook的 這些社群媒體的一個發展 因為大家都很喜歡圖文分享 把自己的照片跟圖文 PO上去Facebook上面 把自己展現給世界 也把世界帶到自己的面前 所以在這個趨勢裡面呢 它的顏色就會是比較那種成熟 比較優雅 遺人的 所以很多的設計師 他們都是比較傾向 用這些 像那個生活剪貼部的這些社料 另外呢 另外呢 那個下一個趨勢應該是 歷想世界 因為我們知道人的視覺 事實上都是一直在追求刺激 跟圖像的一個 視覺上的刺激 所以這是為什麼 這幾年來 3D的電影 或是3D的那個 藝術創作 非常的流行的原因 是因為 我們始終都在追求 這種虛擬跟現實之間的 一個美感的平衡 然後這個 色彩趨勢 它整個的表現 色彩靈感的表現 它就會很極端 要嘛就是那種非常濃烈 非常單一純情的 然後要嘛就是 也有那種很實在的 就是純色 然後透明感的顏色 像紅色藍色 藍色綠色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英雄在線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 全球化的現象 就是說 我們知道過去 像有一些老建築 像倉庫啊 或是一些工廠的老建築 事實上在 不管在國外或是在台灣 近年來一直重新的 空間再備利用當中 像我們知道的 所有的 像有一些糖廠 煙廠 酒廠 全部都來做空間再造 我們就會知道說 人們對於古老的這種 建築 還是有一些 美好的想像跟期待 那在這個色彩趨勢裡面呢 它就會是比較 工業遺產下的 比較陽剛的顏色 或是比較 像工業遺產下的 基調的 牛仔藍 或是引擎的藍後輝 那另外除了色彩趨勢之外 每年總是會有一個顏色 脫穎而出 變成年度色彩 那今年的部分 我們把它定為是一個紅色 為什麼是紅色呢 因為紅色代表多種的可能性 它是VILITY 因為紅色可以溫柔 可以甜美 可以熱喜 可以火辣 所以它代表著很多種可能性 那所以這樣的顏色 它會跳脫出來 它會是Follow所有的趨勢 跳脫出來 變成今年的一個 年度的色彩 它應用在空間裡面 也是會那種 是包容性最多的一個 讓空間裡面 是人家協調的顏色 那除了五種趨勢 跟年度色之外呢 我們知道趨勢影響手機 我們知道世界上 有各種各式各樣的人 他們喜歡各式各樣不同的顏色 所以其實在每年的年度趨勢裡面 我們在每一個色系上面 我們都會去提出符合當年的思潮 或是精神的一些色調 譬如說紅色系 剛剛我們講的 它是比較 今年是比較juicy 比較成熟果實的顏色 那橘色就是受到工業感的原因 它的顏色是比較乾粒 陽鋼的 那黃色的話 它是會有一些像芥末黃 或是咖哩黃 也會有一些冷空的黃在裡面 那綠色的話 我們剛剛講生肌黯然 它受到生肌黯然 它會有自然的綠 但是它也受到一些3D 到我講的那些人工的影響 它也會有人工的綠 那藍色的部分 不管是淺藍或深藍 一樣都會讓人家 有冥想跟沉浸的感覺 那紫色的話 其實就是 像我們現在一般最大的認知 就是紫色 它最有戲劇化效果 所以它的視覺照例效果最好 那以暖中性色來說的話 今年的暖中性色 很流行可可的顏色 我們看到很多的設計師 應用在空間裡面 所以它是比較溫暖 然後跟所有的顏色都相溫 那冷中性色的部分 其實我們過去會說它是冷鏈 其實我們現在會說它是斷裝冷鏽 那能力塗料事實上 我們把這樣國外的資源 每年都會持續引進到台灣來 那我們希望說大家在注意社會文化趨勢的同時 我們同樣的用色彩把它演繹出來 那也希望各位設計師 可以從中間得到一些靈感 我們2013年的色彩趨勢 其實即將到廟 謝謝兩位請兩位請